玉里镇哈拉湾部落前方的农田大牌 残破不堪而且缺乏农路交通 农民还得借他人的农地来进出非常不方便 接获陈旗的南区新科议员林玉芬 特别到现场会刊 也将提案为农民来争取农耕出路 农田大牌湖岸年久失修 多处破损崩坏不说 两旁农田常年没有农路通行 春跟秋收作业都得绕路且路况极差 农耕交通安全看律 然后再上去这样子 然后那边的话就是从坟墓那边下来 那边路真的很危险 基本上都要绕远路 然后又过危险的路 为了方便春跟秋收 农民借他人的农地进出时 还得留下两千元的买路财 因为没有进出通道 也得要比别人早擦秧晚收割 农民相当困扰 我们都从别人的水天 都要拿给他两千块 割一次就两千块 割到一次就两千块给他 玉里镇哈拉湾部落右前方 这片农田区块 没有道路进出的农田面积 约有五到六公顷左右 激活农民成情的华联 南区新科议员林玉芬 下午立马到场会刊 亲自从田头一路会刊到田尾 深入了解后也将提案协助农民 争取农耕通路 大概四五个工程 对对对对 你也这样跟 跟政长讲一下 他认为怎么样 你再跟我说好了 这原则上 我们会来处理的 对啊 你看 好不好 目前乐和野稀清育工程计划 预计将会沿着这条农田大牌 放置土方 现议员林玉芬向农民说明 正巧可作为后续农耕变道之用 而在这同时 互按修复补强 也将一并纳入提案来改善 结合地方公所的力量 一起解决改善农民的问题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